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7月31日 费雷普适应凯沙罗顿 周日晚上,德国杯第一圈再度展开争夺 凯沙罗顿将在主场与费雷普一决高下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凯沙罗顿近况不俗 不过球队终究有联赛任务在身 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加之两队实力上又有差距 今仗凯沙罗顿大概率会止步于此 新赛季德已开局 凯沙罗顿依然延续此前热身赛的出色表现 二轮过后取得一胜意和排名前列 其中凭借不俗的火力支持 半场结束时都取得一笔零领先 全场战霸单场都能攻入二球 虽然带着良好势头来到德国杯赛场是好的 但回归现实本身 其本向赛事竞争力和经验略显稚嫩 过去五届多达四次止步于第一圈 具体细节 2019届算是球队一个历史性突破 杀入到第三圈 而过去两届均早早出局 可见即使奋力一搏 球队未必会有什么好的成绩 还不如当作是一次练兵的机会 积累更多的经验 毕竟金杖对手整体实力种种方面均在几队之上 得甲将于八月初开战 所以这自然是费雷铺本赛季冲击的第一项锦标 上赛季执掌有所收获的使敌质 肯定想以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新赛季 利好的是费雷铺开季前的备战工作相当到位 三战友谊赛路德二胜一和佳季 其中后防线上一球未失 即便友谊赛有练兵意图 但能做到这样也实属难得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费雷铺今下阵容再度加强 保留卢卡斯 赫拿和云新宿 基科等主力的前提下 还进行一些小修小补 继续冲击来年的欧战资格 德国碑方面 费雷铺上届一度杀入到决赛 但最终运气欠佳 12马2比4遗憾落败措施冠军 今年再度卷土重来 众将士是要做出一番事业 金帐面对实力在挤队之下的手下败将 费雷铺有力杀敌 多谢你开收听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的开短片同关注我的开频道 金帐铺和云新宿 而是要努力杀敌扎败尽 没有啥状遥调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